冰台巴逢呢 它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台湾 而完毕东南方 大约是2000公里左右的位置 那么持续的朝西北溪来前进 那么接下来呢 它就会进入到旅宋岛的部分 那么基本上对台湾都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在清洗完菲律宾之后呢 一旦进到南海之后呢 这个水气就会北台 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状况 届时呢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状况 最快的时间点 在礼拜五就会水气带上来 间接的影响台湾 甚至呢这个时间点影响多久 都还要持续的观察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跨年夜呢 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持续的来关注了 那么一整周天气变化呢 带各位来看到的是 今天啊整体天气状况 已经转为是比较干凉的天气状况了 整体来说呢 虽然说不会说太高温 但是这个低温的部分呢 是没有那么冷的 那强度来说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那么到了明天开始呢 要注意的是东北季风开始减弱了 那么减弱之后呢 这个高温就会回升 高温回升还是要特别注意 在西半部的空旷地区呢 清晨还是有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 因此呢这个低温的部分就会特别的低 那么高温的部分呢 整个刚刚有提到耶诞节呢 是温暖如圈的 甚至呢 在中南部地区 南部地区都还有机会出现到 将近30度的高温 那么整体来说呢 基本上不太会下雨 除了山区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提到过的这个周四就要开始变天了 东北季风增强 加上刚刚提到的青台呢 可能会北台这个云系所带来的水气 影响到台湾的天气 因此呢到时候会是全台有雨的天气状况